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近几年如吉利长城等一些国内自主品牌的发展可谓是非常迅速 但是曾经的天之骄子一汽汽车最近几年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旗下的汽车车型表现都比较一般 但是最近这种局面或将改变 一汽旗下以森亚R7作为基础进行了全新改款后 被推出的森亚R7C在近几日正式上市 这次全新森亚R7C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汽车的车标改为了英文名Cenia 这一改变可谓是大大提高了森亚R7的颜值分数 这款森亚R7C的定位依旧是小型SUV 长宽高尺寸是4305mm,1780mm,1655mm,轴距是2600mm 在空间表现力上还是不错的 森亚R7C在外观造型上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将大尺寸的中网进行的熏黑处理 再搭配上中网两侧的LED前大灯 使得整个前脸看起来时尚大气 内饰设计上与现款的森亚R7很是类似 但是在选材和做工上要更加用心 真皮包裹的方向盘和座椅都对提升车内质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与时俱进的3D实景导航 360度全景影像,一键启动等各种高级配置 也是让该汽车充满了科技感 在动力性能方面 森亚R7C总共提供了两款发动机和两种变速箱共消费者选择 两款发动机分别是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各自的最大功率分别是85马力和110马力 匹配的两款变速箱则分别是一台5速手动变速箱和一台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动力性能虽然不算很强大 但是对于满足消费者基本的日常驾驶需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款森亚R7C的指导价是在7.99到10.69万元之间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 一汽可否凭借前卫的外观造型 丰富的内饰配置获得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确实有不少消费者认为 这款森亚R7C完胜吉利长城 再加上8万元左右的售价 也许可以成为大包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